大家好,从今天开始,我们开始讲现成,首先看现成概述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理解什么是现成,客户作业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现成是什么 首先看现成的概念 现成和进成是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,事实上多数系统在内核的实现中对二者是不加以区分的 零零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,因此零零环境下的现成应该理解为轻量级的进程 以前我们和同行在聊天的时候,有些人的观点说什么呢 在零零下,根本就没有现成,都是进程 所以说他这样说法也是有道理的,就是在零零下,基本上就是都是进程 现成被理解为轻量级的进程 再看第二点,操作系统是以进程单位来分配支援的 就是说什么呢,进程是支援的分配单位 现成呢,现成是执行单位 好,我们来看一下现成的优势 首先是,现成与现成之间通信是非常方便的 由于现成共享进程的地质空间内的所有支援,比如说数据段,堆栈段,还有代码段 所以现成之间的通信是很方便的 这是现成的一个优点,也是一个优势 其实呢,他还有一些个比较,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优势 比方说,他创建一个进程,比创建一个县程要麻烦的多 就消耗的资源要多,创建县程更容易更快 再看第二点,就是增加了并发性 多个县程处理不同的任务 增加了程序的并发性,使程序更高效的执行 其实进程也能增加程序的并发性 我们现在说,现成的优势不是和进程相比较的 就担心说,现成他有哪些优点 好,再看现成标示符 同进程一样,每个县程都有自己的RD 这个RD可以就是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份证号 使用的数据类型为P42-T 表示 同进程的RD的数据类型 PID-T一样 P42-T本质上也是一个无符号的整形 虽然现成RD是一个整形 大家注意到,而且是一个无符号的整形 但出于移植考虑 不推荐读者像操作整形数据一样 操作P42-T类型的数据 而是应该使用系统提供的函数 对其进行操作 另一系统下,使用P4的 Self函数 来得到一个现成的RD 其函数原型如下 首先我们要引进同文件 咱们知道在使用任何的酷的函数的时候 一般做的第一件事就要引进同文件 这个函数的原型是这样的 首先是 它的函数名是P4的-Self 参数 形参是一个Void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没有任何的形参 返回值是P4的-T 也就是返回的就是一个现成的RD 我们在代码当中来调用这个函数 并且把它的返回值保留下来 或者说是 咱们用PrintF打印出来 那么 这个字就是执行自动代码现成的 现成RD 好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会讲解具体的怎么使用 以及这个现成的创建等等之类的 好 本期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会讲解具体的函数